CBA连赛第20轮 十加球 第十位 麦卡勒姆 进场一寸命寿十年 来米卡同学 屁个叉 麦老师用急停晃动 传递瑜伽奥义 第九位 吉布森 吉布森的出手非常突然 哎呀呵 福格的犯规也挺突然的 两人这般突然的血后 三加一突然就出现了 第八位 杨 自己救球 自己捡 自己助攻 自己扣 约瑟复扬手里的时间遥控器 一定是按了快筋键 一条龙爆扣 血液又简单 第七位 巴斯 以往雷霆出击的巴斯 这次客串了一把甜蛋手的角色 强断之后激励妙传失利 滑翔扣篮 腿上有炼性炸药 手上有雷达天线 第六位 普拉姆利 广莎的幸运维尔斯 第一场比赛就和比得 早来不了几天的普拉姆利 形成默契 看到这几暴力空间 不知广莎的球迷 可否松一口气 第五位 维尔斯 除了送出空间 维尔斯在CBA校里的第一场比赛 就火锅链开张大吉 不知他和弗兰克林的生意 谁更客似云来呢 第四位 翟小川 江湖上一招失传已久的 躺帝拳被神秘高人传授予的翟小川 只见他妖马合一 突然出招 二加一拿到 少年 我看你苦可惊奇 这本第一堂拳秘籍 传授予你 第三位 王少杰 可以乱军从中取上将首级 且看中军帐下王少杰 突然杀出探挡取物 壮元郎轻输掌臂 一盏天赋 第二位 翼剑莲 华南虎权下山觅食 却能少得了翼剑莲的爆扣好戏 广东队的团队反击 翼剑莲空中竭力 画龙点睛 第一位 翟翼 先来欣赏一下翟翼反击当中 这几折隔人重扣 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翟翼和王瞳 会是扣篮大赛 将会是何等盛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